对着镜头热舞 他是网红新轩 过去常在影片搞笑演出 但现在收起笑容 控诉被偷拍私密片 新轩常文控诉 过去因为录制网路节目 认识某知名YouTuber团长 之后发生了数次性行为 近期意外得知 当时竟然在没有经过同一下 就私自拍摄性行为过程 还给团体成员观看 一直担心影片有没有被人外流 更加码爆料 据内部人所述 他就是一个惯犯 与多名网红艺人 粉丝和未成年人 发生性行为偷拍影片 根据平面媒体报导 新轩证实控诉对象 就是反骨男孩酷炫 过去新轩也是反骨男孩成员之一 两人合作过MV影片等等 但反骨男孩许多影片内容 也被网友认为不尊重女性 或是有许多不雅字眼 甚至有团体工作人员 曾经因为性骚粉丝而被退团 酷炫也曾拍片怒骂员工态度 很多人是不愿意说对不起的 超多人不愿意说对不起 为什么我们每次出事就道歉 因为我做错就道歉啊 敢做敢当吗 面对新轩指控 酷炫30号晚间脸书发出声明 提到曾因感情不成熟的行为 所造成不舒服的感受致歉 特别强调没有做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 若诉诸司法就交由司法判定 反骨男孩成员爆出性骚争议 百万人数订阅 先且讨论度跟着高 三新闻众号报道